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冷啊 差点就下雨了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走这条路很危险 我陪你吧 出发 走 走啊 走 出发 一小 我们曾经一起创作的作品 终于得到大家的赞赏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 你热情地帮我找资料 给我灵感 鼓励我把它完成 到今天 它不仅从图纸变成建筑 还得到了认可 我要把这个作品 当作送给你的礼物 天下才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不过是 跟我喜欢的人 过一辈子 如果有朝一日 我不得不离开你 你会去找我吗 也是同样的风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可这世上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身不由己 所以 即便是 走遍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找出来的 寂寞的屋底 寂寞的屋底 没有你的身影 定格在我脑海里 只是你 哭泣的脸 我并不比你坚强 你往心里躺 但是我想 留笑脸给你 我跟你来 我坐在屋底 微风吹过我的脸 我卻的痕迹 美丽风景 我卻很孤寂 你和我 是在不同 两个空间 你 也是在春天 也是为你 也许同样 虽然你我无法相守 但你还记得 我们之前的那个约定吗 我们要一起走遍每一个角落 一起去看尽美好 这个承诺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不见不散 来 小薇 就让我们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吧 你的笑容 留在南天里 寂寞的屋顶 没有你的身影 银河在我脑海里 我会在下一个地方等你 哭泣抱怨 我并不比你坚强 与我心里藏 但是我想 有笑脸给你 我并不比你坚强 嬉禀皇上 一切政务都已安排妥当 辛苦了 十三弟 这是臣弟应该做的 你我兄弟 私下里不必君臣相称 这次 你助阵登基 理工无数 最应该重赏的 就是你了 说吧 想要什么 皇兄都给你 臣弟已经对皇兄感激不尽了 感谢皇兄完成了小薇的遗愿 平息了恩恩怨怨 若是皇兄 非要给臣弟一个赏赐 臣弟只求一个 是什么 臣弟想要皇兄 准允臣弟 辞去政务 远离朝堂 去周游四海 朕一无所有事 你选择留下 你 如今 你帮朕坐稳了这天下 你却要走 臣弟已经帮皇兄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接下来的路 臣弟也想自己走 望皇兄英语 十三弟啊 朕是真舍不得你走 今生 我亏欠你太多了 但皇兄明白你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想好了 皇兄答应你 谢谢四哥 谢谢四哥 十三弟 十三弟 四哥随时等你回来 四哥随时等你回来 四哥 十三弟 十三弟 四哥随时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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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随时 Yoshi 五哥这家 correspondent 没想到这招 到现在都管用 叶响 谢谢你送给我的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记录下所有的幸福时光 让那些美好永不消逝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样 晚霞很美吧 这一路上我们一起看过山川湖海 看过日出日落 虽然跨不过时空长河 但我想这已经是命运给我们的馈赠了吧 可是这趟旅程 我也许暂时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不论是草原的星空 还是川西的灯影 点点滴滴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虽然这或许是我留下的最后一个桃光 但别难过 我们之间的游戏 还没有结束 永正八年 五月初死 这是叶小军事的日子 这天怎么来得这么快 傻丫头 别哭了 错位的时空让你我相遇 让我爱上你 也许就是命运给我最好的馈赠了 我虽然要走了 但我永远都会陪着你 答应我 要带着爱 还有希望 好好活下去 我会在无数个时空 再遇到你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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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让我再想一想 听世界的话语 看错过的痕迹 最后才揭开谜题 原来是你啊 好冷啊 差点就下雨了 好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走这条路很危险 我陪你吧 出发 走 走啊 一辈子 靠着想和你融化 哪怕是梦 走 出发 我 我 我 是 我 我 人间苍苍永远 爱你都会等待 风向深深海枯 深爱 离你在